全物品分类仓库是一个物资集散中心 同时它也是个外能拉筒 拉几就不再是拉几 地点要在交通便利的位置 坐标的率值也不能太大 但是由于其卡顿又不能放在出生点 接下来再是几条建议 沙子哥我想你啦 多么的棒 但这其实很真实 我都换取了一个书厂的视频 过了段时间 IFC服务器的书厂又停不了啊 能不能让我们飞机看一下 看完大宝的视频 新潮澎湃 我也要学红石 哇压缩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学啊 忽然想到 红石显示资源包啊 怎么漏斗朝向 活摘的状态 投掷器 发射器 还是熔炉 看得一清二楚啊 没想到吧 我又回来跟了 我是一个生活作息特别正常的人 所以说呢 今天没事走 然后给大家来录一些这个视频 大炮做好了 不在这放针珠是什么意思 不好的预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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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呀这个 哇 这个洞真的复杂 咱就瞎搞吧 看得挺好看呀 给我尝尝 掉了一双丝袜给我 僵尸的原味儿白痴 没有啊 突然预感 没有啊 我们最后面给了 这一双丝带 饿来 吃 吃